那姐说老伴走后 她本来不想找了 以后就准备去广州 跟儿女们一起生活 可去了那儿才知道 生活上环境上都处处不适应 直到有一天 她在电视上看到了原来不晚 才动了找个伴的念头 我就是那天 哥迪卡住了 我看那个生活频道 免费找老伴 底下不留个电话号吗 一播就领吗 我就说播一播看领吗 真领了是吧 真领 大姐 我们来了 你好 就是介绍一下 张大姐 苗湛云 苗大姐 你好 这次几次的三次的 三次的 一百多 一百一十六点九九 挺宽敞 你看到这这屋 大姐就一人在这住 是哦 这次小屋 啊 这次 啊 挺好 你家时候这里咋样 啊 品位还是挺高啊 品位高啊 嗯 发现 发现 发现我 还挺感动一种 还挺感动啊 感动啊 哈哈哈哈 看看大姐 你看六十多岁的人啊 那个穿衣服啥 咋样 你精神大事啊 我小兔的 比你小一岁 对对对 比你小一岁 你小一岁也像不像七十 不像 是不是挺年轻啊 对 你看穿衣服啥 多时尚啊 变年轻人似的 你现在有没有群啊 一交不交跑名啊 没有 我就是这老年级 没有啊 我就是属于那种 我那个君子之交淡如水嘛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个人很适合 愿意玩啥玩啥 经常我就愿意 我是愿意活动 就是说爱好啥的比较广泛 就是你玩 玩球啦 吃相机啦 游泳啦啥 我基本运动都行 我不行 我都不会 我这个性格呢 就是个家宅的 我也 你别看我不愿意这个运动 别人那运动 但宅我宅不了 是吧 我也愿意出去旅 就晚年了嘛 出去旅旅游 对 这个条件都允许的 就是玩这个了 是吧 享受生活的 对对对对 而且大家玩的 就帮群友 就是玩的都是新年小的 四五十岁的 是啊 那你就玩什么呀 就有时候就跟他们 出去旅旅游 上哪个景好了 看看景呢 拍两张照片 就这样的事的 我妈同学还得跟他 他玩他那个样的 那你跟他去愿不愿意啊 有 你是攒点 攒点点出现金 你就是尝试去旅游 你现在收入条件 你这个负担不起 现在收入有限的 你得负担加 他挺会过日的 那同时就说拿减肥的一种 这个人就是说 相当会过家 剩下菜了饭了 那我一般都是 不能让他坏了 不能让他浪费了 我这衣服基本都是 就是亲亲朋友淘汰的 淘汰你就穿了 对 我那个眼吧 就是一来就是特别大 也是跟年龄眼 跟一种种玩意 没关系 性格很特别 就是咱们该花我就花 无论是从兴趣爱好 还是生活方式上来看 苗大哥和张大姐 都属于性格完全不同的两种人 他们也都不愿意为彼此而改变 最终两人还是觉得 做个朋友更合适 没事没事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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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